歡迎回來 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現在全球都在搶 搶什麼 搶錢搶糧 而且就是要搶疫苗了 甚至有沒有可能 新的引發另類的 無煙銷世界大戰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知道說 這個所謂的疫苗 真的是各家各個大國 紛紛搶進 而且能斷貨 能包貨 能掃貨 通通都拿了 但我們台灣的進度 到底到哪裡了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食藥署說了 國光生氣候選疫苗 經審查核准執行 第一期的臨床失業 預計在台大醫院 要找多少人 60多個人來做 第一階段的人體測試 所以很恭喜 我們終於邁入到 所謂的人體測試這個階段了 受試者必須以篩選過的 而且健康的受試者為主 但是其實 以現在這樣的狀況來 在秋冬馬上就要到了 我們是不是太晚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的國光生氣 終於傳出了好消息 就是經過了第一期的 臨床試驗了 人體試驗 等於說我們現在台灣 大概有147支的一個 疫苗候選 但是現在終於有一支 終於可以去做臨床試驗了 那衛福部長陳時中就說了 我們現在的研發角度 稍微慢一點了 但沒有關係 國產的疫苗 明年的Q2第二劑的時候 可以開始施打 未來除了醫護人員 防疫人員 出國的民眾 你也可以先施打完之後 再出去 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最理想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只是第一階段的 臨床試驗 所以說如果要正式 能夠施打下去的話 其實衛福部長非常看好 覺得說明年第二劑 是可以的 但是這是一個 最好的情況之下 那另外的話 除了國光生技之外 像是高端 聯亞等生技公司 也陸陸續續提出了 所謂的人體試驗的申請 對 包括很多的廠商 其實現在都陸陸續續 提出了所謂的人體試驗申請 但是必須要把所有的 相關條件都評估完之後 而且這個文件都審完之後 這個衛福部才有辦法 讓他們進入到 下一階段的審查狀態 但是在明年上半年 我們的國產疫苗 真的有機會來問世嗎 以8月10號國院的說法來說 目前看起來 DNA的疫苗 動物試驗是有效的 但是由於DNA的疫苗 製作是比其他疫苗 稍微再快一點 所以最快最快 在明年上半年 國人就有機會來接種 而且優先的對象 就是高風險對象 例如說醫護人員 防疫人員 甚至如果你本身 要出國的民眾 其實也都是必須要來施打的 但是其實以全球的概念來說 世衛組織就說了 目前總共166款疫苗 當中24款 進入到人體的臨床測試 而且以國際生意的媒體來說好了 它會整了全球185個疫苗開發案 最有潛力的28排名 當然大國還是比較多 比如說美國有8個8項 大陸有7項 但台灣其實也有在裡頭 台灣目前為止的高端疫苗 是排名了27名 但是我們看到說 現在國光生計要進入了 第一階段臨床試驗 到底算不算太晚了 包括前疾管局長的蘇一仁就說了 我們能夠進入臨床試驗來說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已經比預期晚了兩個月了 那晚了兩個月之後 因為目前有很多國家已經進入第幾期 已經進入第三期的臨床試驗了 所以如果說秋冬之後 我們的疫苗勢必到明年一二月 你才能夠完成 所以說有點緩不濟急了 倒是現在國際疫苗 已經有陸陸續續上市的情況之下了 所以我們如果說能不能夠 說能夠先去跟國際上買一些疫苗 來去做一些接軌的話 會更加適合 因為現在我們如果能夠 真正上路的話 蘇一仁是沒有那麼看好 他覺得可能要到第三期的時候 才會比較樂觀 對 不管是明年的上半年 或是到了第三期 才有辦法拿到這個疫苗 所以眼前馬上秋冬季節 就是所謂的類似流感 或者是說可能是下一波 新冠肺炎的流行的大期間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說 包括各個大國 現在能包貨就包貨 台灣在當中又有什麼樣的角色 之前我們說 好 也許美國衛生部長 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跟他可以討論一下 一起共同開發 或者是說至少 讓我們台灣有優先購買權 但目前看起來 其實好像可能性都偏低 但還有沒有其他 所謂的合作模式 其實到目前為止的話 世界各國做這個疫苗 其實大家連自己本國人 都不夠用了 所以說實在的 要賣給其他國家 真的是有點難度 甚至就連美國的衛生部長 都說如果有剩餘的話 會留到國際間 讓大家一起使用 但是這個國際間優先使用的 台灣能不能夠列為第一位 其實大家都不敢 把這個話給說死 所以最好有效的辦法 就是能夠把台灣 一些比較優秀的一些國 一些生技公司 能夠一起納入這個國際疫苗的 共同開發的行列 像是日本跟韓國 都已經有陸陸續續的 代理了不少的國際大廠的 一些疫苗的製作 如果台灣也能夠順利的能夠幫 比如說美國接單的話 幫忙製作的話 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工作一些經驗分享 或者是說一些技術交流 在這種情況之下 也能夠加速我們台灣的 國產疫苗開發 對 除了技術交流之外 也許可能有一些像是 很周邊的商品 比如說要必須打 用來裝疫苗的小罐子 我們台灣其實做這個 也都是滿內行 滿在行的 也許透過這樣子的 多角的方向來一起合作 一起經營 恐怕才有辦法幫助我們 打贏這一場 其實病毒的戰爭 尤其現在大家可以想像 真的是全球都是一個 世界大戰 疫苗的世界大戰 而且以新冠疫苗的市場來說 在明年就要達到 200億美元了 而且以這個市場分析來說 這個美國的疫苗製造商 談妥的疫苗數量 其實可以讓2021年的時候 讓75%的美國人 75%的美國人是免疫的 而且在2021的時候 足以讓全球的人都來接種 所以說這個產值 當然是非常驚人 有機會來到200億美元 但是我們所謂的 這個爭奪疫苗的世界大戰 BBC還有彭博社他們就說了 彭博社講新冠疫苗即將上市 各國是砸錢來預購 能收貨就先收貨 另外在BBC的部分 全球疫苗免疫的聯盟 事情說這個會引發 所謂的民族主義 也會惡化所謂的疫情的衝擊 對 除此之外 疫苗有沒有可能是另類的核彈 台灣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優勢 像是旅美學者楊喜惠就說了 台灣生技協會的會長 高榮榮就說 美國有80%的成藥 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那你成了國安的嚴重的問題 以後美國如果要跟其他國家 建立一個藥的生產鏈的話 台灣就會你的首選了 就像我們之前所提到的 如果說台灣能夠成為 美國的幫忙代理 包括生產鏈 成為生產鏈的其中一環 只要成為其中一環的話 我們就可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帶動台灣的國際產業 台灣的一些產業發展 另外的話 也可以取得疫苗的一個先機了 這次入點的話 可能就是大分子藥等 高經濟價值的部分 另外不管是新藥的開發 以及新冠肺炎的一些疫苗的製程 台灣的健保大數據 都是一個重要的資料庫 到時候台灣也會成為 美國的選項之一 而且為什麼說這疫苗 就跟核彈一樣呢 因為它代表說 必須要有個高技術水平 而且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發展 如何在這個全世界的大戰當中 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為我們台灣人 爭取更多的疫苗可能性 這也都是相關的 政府必須要來 馬上還關心到 是美國民主黨 全國黨代表大會開幕了 前副總統拜登跟搭檔賀錦麗 將要接受提名 參選美國總統 不過這一次受到疫情的影響 四年一次的黨大會 這一次全部都是視訊播出 而且當中還可以看到 前第一夫人 密雪兒歐巴馬 美國各州和領地代表共57人的美聲合唱 為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開場 不過可惜受到疫情影響 為期四天的大會全都改採視訊登場 第一天的大會上有民主黨的市長州長 還有拜登之前的對手參議員桑德斯 以及前第一夫人密雪兒歐巴馬來站臺 不過較為特別的是他們找了倒戈的共和黨人 前俄亥俄州州長凱西克 曾經支持川普的凱西克都來挺拜登 這場大會民主黨試圖要吸引的 是還沒有做好決定的選民們 主要不是要吸引這些死忠支持者 來支持 來看轉播 而是要讓那些還沒有決定 可能會投給民主黨的人 來把他們的這一票 最後投給拜登 稍不退的疫情 是民主黨人攻擊川普的要點 也是影響選情的關鍵 根據一般的這個民調的這個結果 美國人是不分黨派 不分區域 對於美國聯邦政府處理疫情的關係 是報受不滿 總統川普則是選在同一天 舉行實體造勢活動 在78天我們會停止 在之前觀察說 拜登似乎是遙遙領先 但沒有想到現在 川普又追上來了 我們先來看到 在這一次的民主黨全代會 在台灣時間 今天早上的9點鐘 線上直播 而且總共有4點 預計在20號這一天 會正式的來提名拜登 還有他的副手賀錦麗 來角逐這一次的第46屆 美國總統大位 這一次拜登提出什麼政見 他是提出重建美好 Build Back Better 三個B要來創造 這個企業還有富人稅 要增加企業跟富人稅 還有投入公衛環保基礎建設 還有製造業 但是其實也被質疑說 是這個民主黨的長期目標 拜登就變成一個 復辟的候選人了 為什麼要恢復歐巴馬的光景 所以外界也都聚焦說 其實拜登可能都會提 這個攻擊 這個川普的政見 對 除此之外 像民主黨大會的首日大咖 會出現誰 剛剛新聞中有跟大家報告 包括說前第一夫人蜜雪兒 還有參議員桑德斯 以及共和黨籍的 二州前州長凱西克等人 像蜜雪兒就說 他認為拜登是個說實話 而且相信科學 知道如何救經濟 打敗威夷 領導美國的 蜜雪兒打頭陣 替了拜登好話說盡了 所以到底有沒有可能 拜登真的能夠擊敗了川普呢 那我們就來看到 現在的民調數字來看 發現了 現在民調出現了一個膠著戰 為什麼出現膠著呢 由CN的民調可以看出來 六月份的民調 拜登是55% 川普是41% 但是最近這幾次 這幾天 拜登已經到達了50%了 川普是46% 差距只剩下4%了 還沒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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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